大家好,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那么这期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蚂蚁神像里面有关面相的一些口诀 以及他的一些小知识 那么如果是有困惑的话,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或者关注私信 首先来看这个人面总论当中 天庭欲起司空瓶 天庭那是在哪呢? 天庭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中央,这个要高起,高突,比较饱满 欲起司空瓶,司空是在中正的上方 司空要平 那么中正要中正广阔印堂青 中正这个位置,靠近印堂上方就是中正 中正要宽阔,印堂也要干净 不能有一些疤痕,杂纹干扰 特别是眉毛连在一起,侵入印堂是要不得的 这叫中正广阔,印堂青 山根不断,年寿润 山根呢,最忌讳的是断 山根断呢,就是它跟印堂承接不起来 比较低线,就是山根断 年上润,年上瘦上,刚还是在鼻梁的位置 这个鼻梁这个位置呢,要年瘦润嘛,要明润 不能有一些什么杂纹,或者是有一些缺损 或者是歪斜,这个比较明润 有光泽 那么准头齐圆,人中深,准头就是在鼻尖这个位置 要整齐圆润,人中要深阔 人中深,人中深阔 那么口如四字,成江阔 口如四字呢,四字口我们之前讲过啊 就是上下对称,嘴唇比较饱满圆润 就跟这个图片当中看到的四字口 口如四字,成江,成江位置就是在下巴 这个下巴这个地方啊,要这个宽阔 要这个不能太短,要能够成江嘛 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能够成得住你嘴里面流出来的江液 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晚年的时候啊 积蓄比较多啊,晚年能够享福的一种特点 这是成江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啊 这叫这个口如四字,成江库啊 这都是口诀啊 那么帝阁朝规,仓库硬啊 帝阁呢 啊,这个位置就是在 对,这个成江下面就是帝阁啊 就下巴尖这里啊 这个帝阁要朝规啊 朝规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鼻子为中心啊 这是五月朝规啊 这个是鼻子是中月 一定要 这个 叫什么来着 从侧面来讲,这个鼻子要 这个这个帝阁要突出来一点啊 啊,来对应跟这个中月来遥相呼应啊 就要突出来啊 啊,这才叫,这个就以前我们这个叫什么 美人 美人肩上面是美人肩啊 下面叫什么美人,美人钩是吧 好像是有美人钩啊 美人钩的这种下巴就是有一种啊 帝阁朝规之下啊 帝阁朝规 仓库硬啊 仓库要对应起来啊 这是口诀当中的一部分 从这个中线来看啊 就是这么一个去看法 那么下一期节目呢 我们来看其他的位置 比如山林啊 日月啊 从旁边来看啊 怎么去看啊 就是 先讲到这里啊 下一期我们讲 边边上 是怎么去看 这个口诀里面 一些内容 好了 有关这个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后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的话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后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